时空数学它有它自己本身的优点就是比如像精度特别高 精度高的另一外一个反面就是它的信息量多 也就意味着它的数据量比其他的一些空间数学的方法要多很多 它可能会面与数据量大导致的一些问题 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也是我们有提供时空专用的分析的算法和工具 这是我们自己针对时空的本身的特性去开发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目前在做的叫DCS Count 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案 假设我们在DCS Count上面去分析的话 不同的分析团队它就可以共同的去访问一个数据 那首先大家承担这个数据存储的成本其实都是下降的 因为数据只需要存一份 然后大家都能够在数据上去共同去做分析 那整个合作的效率也会提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